斗破苍穹年番第42集预告已更新,萧妍破塔而出,换上了黑衣剑膜简直帅呆了,霸气一招秒杀林秀牙吓坏众人,然而萧妍却遭到美毒杀女王歧杀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林妍一招秒杀林秀牙,在吞噬了陨落新年之后,萧妍实力大增,已经是妥妥的窦王级别的强者,并且在与美毒杀女王释放了邪火之后,两个人暂时达成合作,选择强行破掉天坟炼气塔的空间封印。 从先行预告中就能够看到萧妍破塔而出,霸气回归,与苏千大长老以及小伙伴们重聚。 如今的林秀牙和霸枪柳琴,以及林燕她们也都成为了窦王,并且成为了内院长老。 看到萧妍的回归,苏千为了确定萧妍达到什么境界,叫来林秀牙与萧妍上演一场比试。 这也可以弥补当年强榜大赛未曾交手的遗憾,只是没想到,仅仅一个回合,萧妍直接秒杀了林秀牙,再次震惊了整个迦南学院。 第二,黑衣新建模摔翻,我们都知道萧妍吞噬陨落新年之后,便会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黑衣造型,这个已经在OPP中已经见识到了,背着玄重尺,留着斜刘海。 当时不少人都吐槽,完全变了一个模样,而且斜刘海显得太娘了,一点男子汉的气息都没有。 尤其是在大家看到萧妍在塔底的散发斗王造型时,更对萧妍的黑衣建模嗤之以鼻,不过从先行预告中能够看到,虽然无法进行直接更换,毕竟剧情已经制作完成了,那样会增加太大的成本,但明显能够看到萧妍黑衣建模的优化。 尽管还有斜刘海,也是黑衣服式,但是五官变得清秀了,也有了一丝刚毅,以原先的帅了不知多少倍,简直太酷了,03,美杜莎追杀萧妍。 萧妍刚大战完林修衙,待内院学员们帅气一把,结果立马就遇到了大麻烦。美杜莎现身袭杀萧妍,直接释放一道红光,袭击萧妍,希望将其杀死。 好在有苏千大长老在一旁,及时化解了美杜莎女王的攻击,对于美杜莎女王的袭杀,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萧妍让人家被孕了,失去了第一次,那还不允许人家发发火。 不过美杜莎女王也没有下厮手,仅仅吓唬萧妍,就转身走了,毕竟这可是未来老公,孩子的爸爸,美杜莎也是有点不舍得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